第三場 電機有故 圓滿平安 南田國小總共48班 也包括公國跟公佑的設立 它將會滿足我們高雄大學的附近 小朋友的這個就學的一個需求 移入的路口也會帶最近的兩年 隨著台積電的逐漸的完工開始運轉 預估以台積電為例 大概在今年底會有1500位的運進出 明年會有1200位的運進出 所以以救援後來推估小朋友的這個就所需求 是必須做更周延的一些論法設置 南田國小以及在周遭附近的學校的 增額參觀也都是同樣的經濟這些場面的需求 這邊其實在高雄大學周遭附近的這個區域 其實是非常飽多的環境 那再加上新台積七線以及翠華路的破範 以及昨天院長到我們這個南籍雜道的這個破範等等 這個都會讓我們高雄大學周遭的這個區域 這個人口也會隨著生活機能的增加 人數也實際會上升 所以最精進的一個考量 南田國小是後半美景